薛廷玉是太子少师 在宫中给太子授课 我那时候喜欢她喜欢得不得了 求着皇后姑母太子表哥 把我塞进了课堂 只为能和她多见几面 为了不影响我的名声 姑母从士林的贵女里挑选了几个 和我一起进宫听学 其中便有我的阿姐 我和她是一母所生 性格却迥然不同 她端庄得体 是京城贵女的典范 而我好动淘气 时常被人拿出来贬低 往日我并不在意 旁人说我不如阿姐的那些话 直到薛廷玉当街将我带走 历生呵斥 我才知晓 原来在她心里 我始终是比不上我阿姐的 你什么出身 竟然当街为一个妓子出头 你沈家的脸都要被你丢尽了 什么时候你能像你阿姐一样稳重 能为家族名声考虑 马车里 她一顿训斥 将我批驳得一文不值 妓子不是人吗 周汉她仗着自己 爹是三品官 就草菅人命 那姑娘都要被她打死了 我既然见到了 就不能当作没看见 我心里委屈她 劫责我的话 忍不住和她对着吵了起来 她冷冷瞪我 如此顽劣不堪 草营人命自有经兆银管 要你一个未嫁的姑娘 抛头露面 强出头做什么 做错事不知悔改 回去抄女则十遍 明日早上我会检查 少抄一个字 加法十遍 我咬唇 眼睛忍不住酸了起来 我胡乱擦了擦眼睛 狠狠瞪了回去 强忍着哽咽大声反抗 我没错 你不讲道理 我不抄 马车停在了我家门口 不等小厮拿凳子 我已经跳下了马车 难过地朝家里跑 薛廷玉气地摔了杯盏 一同下了马车 黑着脸走了进来 我急冲冲往前走 并未注意到有人 等注意到的时候 我已经迎头撞了上去 怎么了 我抬头一看 是楚衡 憋回去的眼泪 瞬间掉了下来 表哥 他神情柔和 伸手虚伏住了我的手臂 见到我满脸的泪水后 微微含笑地唇角鸣起 带我到了亭子里 一面给我擦泪 一面给我倒茶 温声问 我出了什么事情 听我带着哭腔控诉完后 他摸了摸我的头 说 你没错 哪里会给沈家丢脸 旁人只会赞你 沈家的姑娘心善 我一直压着的委屈 因为这一句话 消散了不少 开心了吧 我破涕而笑 点了点头 他也笑了笑 将沾满我眼泪的帕子 收了起来 开心了就去洗把脸 快到用善的时辰了 我还有公务 若是有事 差人来东宫告诉我 万事有我 我收拾完出来的时候 看见阿姐和薛婷玉 在院里作画 薛婷玉须须地握着阿姐的手 将原本粗笨的线稿 润泽地活灵活现起来 他们郎才女貌 站在一起无比登对 我心口又酸又涩 却也不得不承认 他们的般配 阿姐余光贴见我 眼中的笑意稍纵即逝 板着脸吃我 听说你不光和继子私混 还对少师不敬 以往在家中 我是怎么告诉 你要尊师重道的 还不过来向薛先生认错 薛婷玉放下了手中的毛笔 被下人伺候着洗手 他高高在上 等着我去给他道歉 爹娘尚且安在 用得着你在这里冲什么大尾巴狼 我来了火气 不客气地冲阿姐道 我没错 我为什么要认 我转身就走 薛婷玉不清 不重地丢了帕子 铜盆里的水溅了出来 他神情冰冷道 谁准你这样和你阿姐说话的 长幼有序 这便是你读的圣贤书吗 我气恼地丢下一句 你不分黑白 可见读的也不是什么好书 不顾薛婷玉难看的脸色 转身就跑掉了 入宫听学的前一日 听说周翰被告到了京赵尹 不仅要为那被他打得半死的 继子赎身 还要赔偿钱财 给他治病 听到这个消息后 我高兴不已 若不是被我爹禁足了 我定要亲自带着大夫 去看那姑娘的伤势 昨晚薛婷玉走之前 向父亲告了我的状 阿姐在一旁添油加醋 父亲一怒之下 把我关进祠堂 不抄完十遍女责 不许我吃饭 我肚子饿得难受 外头的窗户动了动 翻进来一个小姑娘 我眼前一亮 这是表哥身边的侍女 专门在书房伺候她笔墨的 她从怀里拿出油纸包的肉饼 和烤鸡递给我 从容地接过我手里的毛笔 模仿我的笔迹 开始有条不紊的腾超女责 见我狼吞虎咽 她无奈道 姑娘慢些吃 不会有人来 殿下已经为您向沈大人求情了 等奴婢抄完 您拿去交差就可以出门了 我狼吞虎咽 固步地说话 只点着头 口齿不清地说 表哥真好 她笑了笑 殿下疼小姐 吃饱后 我带着一打墨迹 还未完全干地宣纸 去找我爹 薛婷玉正在我爹的书房里 和她下棋 看见我来后 她何须地眉眼又凉了下去 好像我是什么很杀风景的人一样 我把抄完的女 则递给我爹 薛婷玉在棋盘上落下一字 指负摸了摸温润的棋子 和我爹开口 侯爷 给我吧 对对对 你是这孩子的老师 薛婷玉很是认真地翻看 每一张都不漏 微微皱起的眉头此刻 如春风拂面消散而去 到底是有多忽略我 才能完全没有认出 这不是我的笔迹 知错能改就好 你这首字 从前我便说了许多遍 让你和你阿姐好好学 她一首簪花小楷 连圣上都赞过 温婉又不识端正 你倒好 笔风犀利张狂 出头冒奸 没有半点 仙人笔法在里面 她絮絮叨叨地说 好似不会停止 阿姐是天上月 我是脚下泥 我总是比不上她的 这让我气得难受 一口气不上不下 什么出头冒奸 什么没有仙人笔法在里面 她就是觉得 我是女子 就该在框架之内 坐任她摆布的木头 不得有任何违逆在里面 讨她不喜的 从来不是我出格张狂的笔法 她只是不喜欢我罢了 我自嘲道 先生说的是 只是我性子急 学不来小楷的端正灵秀 不比阿姐雅正舒展 我心里敬仰王老先师 情愿下笔狂放 先生还是不要费时间 在我这样顽劣的学生身上了 我说到后面 喉咙痛得难受 压抑着发抖 声枪震战 撞得我泪腺发热 这样自贬的话 让我恶心 真是够了 她抿了抿唇 握着宣纸的手指 捏得发白 目光落在我脸上 气氛一时间焦灼难受 我爹忙笑着说 阿琼一天没用饭了 先下去休息 吃点东西 明日就要进宫了 你表哥今天还在问呢 我起身面无表情离开 并未多看薛婷玉一眼 以前喜欢她 恨不得眼珠子都挂在她身上 能多看一眼 我都心满意足了 她和我说一句话 她多瞧上我一眼 我就能开心许久 现在倒是日日能见到她 却连多看她一眼 都觉得堵得慌 心口的气 怎么也顺不出来 迎头碰上阿姐 提着食盒过来 她烟红的两颊 因为看见我淡了些 阿琼 薛家是百年世家 世代薛家子都是帝师 极重名声 你这样的性子 注定做不了薛家的宗父 更遑论是当家主母 只会让先生 因为有你这样的娘子 而蒙羞 阿琼 换个人喜欢吧 太子表哥 带你与旁人不同 你就把先生 让给我好不好 你自小就不聪明 琴棋书画都比不上我 何苦要和我争呢 头一回 我没有和她 急赤白脸地吵起来 反而冷笑道 行 你嫁她吧 反正她也喜欢你 我不要了 说完这话 我莫名感到畅快 从内到外的一股爽感 迪荡而出 将我心内的郁节 一扫而空 好似一切 本该如此 沈琼 薛婷玉从我身后走出来 提高了嗓音 力声斥我 你又在胡闹什么 她又在生我的气 我回头没好气到 薛婷玉 你是不是有病 我又没欺负她 我头也不回地走了 到最后干脆跑了起来 没人的时候 我才偷偷蒙着被子小声哭 生怕人听去了 笑我 为什么喜欢薛婷玉这么难过 他为什么非要天天和我对着干 为什么薛婷玉对所有人都温润如玉 到了我这里就总是苛责 甚至不依不饶 我有这样令她看不上吗 大抵是有的 她一向喜欢阿姐那样的端庄女子 不止一次训斥我 顽劣胆大 算了算了 我捂着脸想 我不要喜欢薛婷玉了 喜欢薛婷玉太难过了 打定主意不再喜欢薛婷玉后 我心情好了许多 进宫后 在薛婷玉来授课之前 我和阿姐换了位置 以前我的位置离薛婷玉最近 一抬头就能看见她 踢改课业的手指 再往上一点 就是她那张 我日思夜想的脸 阿姐的位置在最后 倒是离太子表哥近 表哥问我的眼睛怎么肿了 是不是偷偷哭过了 我摇了摇头没说话 她去御膳房取了煮熟的鸡蛋 拨开给我敷眼睛 说道 你在这等着 我让人给你熬了一碗 消肿的青柳前茶 我去给你端来 好 我乖乖等着 按照楚衡刚刚给我揉圈的手法 敷眼睛 课堂上不许吃东西 沈琼 你站起来 鸡蛋趴地掉在了地上 我睁开眼睛 看见从室外走进来的薛婷玉 她脸色很是难看 我不明白 我就这么令她生气吗 她为什么一天到晚 这么多气要声 她有病啊 谁让你换座位的 她把手里的书拍在桌子上 近乎是咬牙切齿地命令我 我的客上不允许换位置 沈琼 换回来 不然你就给我出去 我转身就从后门出去了 薛婷玉愣在了那里 第一次 我违逆了她的话 先生 小妹任性 先生莫要动气 阿姐温柔歉疚的声音传来 顽劣不堪 难担重任 随她去 冰冷寒澈的声音离我很远 却依然透过安静的狼言 一字不漏 落入我耳朵里 顽劣不堪 难担重任 薛婷玉 你想要我成为怎样的人 担怎样的重任呢 我在楚衡回来的必经之路上 找到了一个台阶 坐着等她 宫里春景甚好 正适合骑马 楚衡拎着石河转角瞧见我 不由加快了步伐 问道 怎么出来了 她严肃地端向我的脸 见没有泪水后 这才放下心来 给我打开石河 端出消肿的茶来 我喝得很慢 茶水入口苦涩 有些难喝 但是楚衡亲自熬的 我不能浪费 喝完后 她接过碗 用帕子给我擦了擦嘴角的残汁 拿出一颗早已预备好的山楂糖 来喂给我 该去上课了 不然薛先生又该生你的气了 阿琼那样喜欢薛先生 若被训斥 少不得又要躲起来哭了 说这一句话时 她语气轻快了许多 带着玩笑的意味打去我 我知道 她是想哄我开心 我不想上她的课了 我想骑马 楚衡淡淡一笑 你可想清楚了 薛先生是薛氏这一任的家主 他未来的夫人 会从你们一起听学的 八人里面挑选 薛家是百年世家 曾携巨资筑落魄的太祖 逐鹿天下 太祖登基后 薛家家主主动上交兵权 走上了帝师这条 远离王权中心的清流道路 薛廷玉八岁随使臣 初始列国 蛇战群儒 被尊为四国第一公子 科考连仲三元 是开国以来最年轻的状元郎 四国来犯 他妙计贫出 不费一兵一卒 稳住摇摇欲坠的河山 她是帝师 亦是才智进腰的大厨砥柱 这样一个高挂在云端上的人 闺中少女即使不曾见过她的面貌 只是听她这些事迹 就足以轻目 何况 画着她毅力容貌的画卷 早已经传遍大街小巷 上京贵女争相抢购 我也曾是他们中的一员 因为皇后姑母的关系 我进水楼台 靠近这位天之骄子身侧许多年 如今 我幡然醒悟 这世上种种 皆可抢求 唯有感情 无法抢求 不重要了 我已经不想嫁给她了 我轻快洒脱地说完 眼角眉梢都透出喜悦的笑来 从来没有过得轻松扑面而来 早该如此了 我为了争一口气 委屈了自己好些年 现在想来 实属不该 少女怀春的第一次心动 一腔孤勇 不撞男强心不死 非要头破血流 才知道痛 才知道醒悟 楚衡蟒袍衣 腰间欲绝随风碰撞 发出清脆的声音 煞是好听 她朝我伸出手 语气一如我这般轻快高兴 走 哥哥带你骑马去 狱院里的宝马 飙肥体壮 我换上束腰的进装胡服 腰间配刀 一手握缰绳 一手持鞭 和楚衡并配赛马 红衣烈烈 带着凉意的风 吹过我的发尖和沙衣 好似一轮娇艳的烈日 她一袭黑色进装 腰间和袖口 采用的都是褶红的布料 黑红加深 亦是我大楚最尊贵的颜色 以前我竟是昏了头了 这样自艺的日子放着不过 反而跟在薛婷玉后面 守着各种各样的束缚 薛婷玉不惜我穿鲜艳的颜色 打从心里觉得招摇不端庄 为了合乎她心中是家女的形象 我改穿素 藏起锋芒 唯恐招摇 她也不喜欢我骑马投虎 她觉得粗鲁 逼我学琴作画 可不管我怎么学 学到闭着眼睛 也能弹奏出一首首好曲子 学到丹青受到大学士一众夸赞 却依然得不到她一句肯定 甚至换不来一句尚可 罢了 从今往后 我不用再为此烦恼了 骑在马背上迎着风 我感到无比地轻松和愉快 楚衡先我一步到达终点 阿琼 你红衣好看 明艳照人 马术也惊绝 只是太久没骑 有些生疏了 我伸了一个懒懒的腰 舒爽劲从骨头缝里蹦出来 是啊 太久没骑了 以后我天天来找你骑 好啊 我们慢悠悠骑着马往回走 有说有笑 在看见立在栅栏外的白衣公子时 我笑意尽脸 薛婷玉冷冷地看着我 我也凉凉地回腻了她一眼 收回目光 楚衡勒马 温声道 亭子里备了你爱吃的茶点 去用些吧 不上课的事情交给我 我去给你解决 原本这课也不重要 学的也是主里家族的术物 我点点头 驱使早马到亭子外 我翻身下马 目光落在栅栏外的两人身上 不知道楚衡和薛婷玉说了什么 但总之 楚衡眉眼温和 唇角还带着笑 态度是极好的 倒是薛婷玉不领情 脸色难看得很 到后来已经是铁青着脸 对着楚衡了 我撇撇嘴 在心里付匪 薛婷玉真是好大的胆子 在太子面前都敢白脸色 薛婷玉甩袖离开 步履不稳 漆黑的目光深深看了我一眼 竟有失魂落魄 我咬了一口糕点 问楚衡 表哥 你和他说什么了 楚衡放下马鞭 眼中波光流转 笑意盎然道 我告诉他 你不喜欢他了 也不想做薛家妇了 可自然也就不用上了 他为阴不自觉地上窍 凤眸逾越弯起 我顿悟 原来这样简单 我还以为要劳师动众 到姑母那里去 早知道 我就自己去说了 那可惜了 早知道 就让你去说了 说不定 他脸会更难看点 话落 我们哈哈哈哈笑成一团 回家后 我和阿爹好好谈了一场 如今 我已经不喜欢薛婷玉了 阿姐对他有情 宫内授课的含义 女儿懂 父亲也懂 女儿不去了 也不会再落人口实 无论我怎么说 阿爹都不愿意相信 我是主动放弃薛婷玉的 他还是带着点 一律宽慰我 他看不上你 反而是好事 他名声太旺 受人关注太多 做他的夫人 不仅要为他打理内宅 更要应对无数的名枪案件 你阿姐的确比你合适 我不辩解 只要从此之后 能和薛婷玉断绝联系 不再有牵扯 即使被误会 我也并不会损失什么 父亲挥手让我回房 又令管家从库房里 挑了许多东西补偿我 阿爹定然为你寻一门好亲事 必不会比薛家差 计划赶不上变化 阿爹还未来得及 给我寻夫家 陛下为我和薛婷玉 赐婚的圣旨 就先一步到了沈家 我不死心地 问钱来传旨的公公 圣旨上写的是沈家嫡女 不知是不是我阿姐 在我期待的目光下 公公娇媚地撑了我一眼 扭着身子哼道 当然是你二小姐了 你跟在薛少师身后 都多久了 她再不开窍 老奴都要心疼了 这旨意可是皇后娘娘 亲自给你提的 当时薛少师就在店内 她也是点头了的 我双眼一翻 几乎晕厥了过去 嫁给薛婷玉 这跟嫁给一个天天 要打我手板的老学鸠 有什么区别 不 薛婷玉比老学鸠还可怕 她不光打人 她还有病 她那张见嘴 可怕得很 公公笑呵呵喊道 哎呀 小姐都高兴地昏过去了 我爹一开始 也以为我是喜的 在我哭着嚷着说不嫁 说了几百遍后 她终于相信 我是被弃的 你不嫁也得嫁 除非你想抗旨 让咱们全家给你陪葬 薛婷玉 可是未来的薛家家主 我爹一句话 把我的眼泪 吓了回去 她甩袖离开 我抱着膝盖在床头 一边抓着酒壶牛饮 一边偷偷乌液 天杀的薛婷玉 根本不喜欢我 为什么要点头答应 她若是不答应 谁又敢强迫她 即使是黄叔府 也不会为难她 我越想越难过 一想到自己后半辈子 要活那么久 整天要面对薛婷玉的 责骂和冷脸 还不如现在就死了 她不让我骑马 不让我穿好看的衣服 也不许我吃辣 就连用膳 我一道菜多吃了两口 她都要骂我馋 越想我越崩溃 我丢了酒坛子 哭着朝院子里的池塘跑 想也不想就跳了进去 过了一会儿 看没人理我 我又自己游回了岸边 更难过了 我委屈地指责我的婢女 没良心的 你怎么不救我 地女望天无鱼 小姐 你是在湖边长大的 我是在京中长大的 我下去还得你救我 何况 谁不知道 你浮水都快赶上鸭子了 别作了 我的小祖宗 快回去躺着吧 我愤然离去 没一会儿 楚衡和薛婷玉 就一起来了 这么快就知道我落水 我那婢子 还是有点用的 我看她的眼神柔和了点 楚衡皱眉催促身边的太医 给我诊治 还带了熬好的鸡汤喂我 薛婷玉不仅空手而来 甚至不顾外人在场 对我大家呵斥 你哪有半点贵女的样子 什么时候你 才能和你阿姐一样稳重 你知不知道 我每天有多少公务要处理 你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 就为了让我来看你 好玩吗 她严肃冷然地告诫我 日后你成了薛家妇 不可再这样交金 薛家是百年世家 名声不容玷污 我望着她清冷端方的眉眼 头一回这样心如止水 不再动心 她夺走楚衡喂我的鸡汤 冷冷道 你今天什么都不许吃 不许喝 给我好好反省 盛着鸡汤的碗 被她用力放在桌子上 里面的汤汁溅在了桌子上 全浪费了 我气红了眼道 薛婷玉 你有病吧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去跳河吗 就是因为那道 要我嫁给你的圣旨 我一想到我要嫁给你 我要和你日日相对 我就恨不得去死了才好 她清冷俊美的脸色煞白 你说什么 你不想嫁给我 她的愤怒销声匿迹 取而代之的是从未有过的疑问 为什么 这桩婚事不是你一直祈求的吗 如今我碎了你的意 你有何不满足 梨花白的酒意厚劲十足 我的脑子昏沉 全靠愤怒支撑我为数不多的理智 我掀开被子下床 赤着脚一步步逼近她 声音带着遏制不住的哽咽 我恨死了我一吵架 就控制不住流泪和发抖的窝囊样子 真是好高高在上的话 薛少师 你凭什么要求我 一直要卑微地喜欢你呢 我以前喜欢你 我现在不喜欢了 不可以吗 我受够了你的劫则羞辱 我不要你了 不行吗 越说我越痛快 在你眼中 我永远比不上阿姐 那你娶她呀 你娶我做什么 你有病啊 我失态大吼 多年的委屈 全部聚在我的喉咙口里 我拽住薛婷玉的衣襟 狠狠地瞪着她 咬牙切齿地控诉 你说世家贵女 应该有一手好情意 我苦练多年 手指升茧 冬去秋来 得不到你一句夸赞 我一直努力在学 我追在阿姐身后 我努力学她的样子 邯郸学步 东师笑贫 小丑姿态贫出 可我的情意 真的很差吗 可本来的我 真的很不堪吗 我的马球 是上京的姑娘里 打得最好的 我的马术也是最好的 我能拉动男人 都拉不动的弓 我敢孤身一人 潜入匪窝 去贼人守级 你总说我的字张扬 不如阿姐温婉 可怜汉林院那些 大学士的字都不如我 连周丞相那样觉得 女子不如男的老顽固 都能夸我一句 尽得王老先师风骨 怎么到你这里 就是犀利张狂了 她皱起眉 冷冷赤道 女子当以柔和温婉为美 若不是这些年 一直以你阿姐为比较 怎能激励你苦学 你不知感恩 反而积怨 心胸狭隘至极 楚衡文言 眉头陡然拧起 漆黑的眼眸透出寒意 薛婷玉 你给姑住口 她是朝野内外称颂的 温和太子 头一次 为了我拿出太子的 全是压人 我松开了薛婷玉的衣巾 突然笑了 其实我很感谢你 薛婷玉 因为不管怎么样 琴艺也好 话际也好 这些东西 我是实打实地学会了 只是初中 是为了学会后 讨你开心 如今学成了 我对你 却只剩下憎恶了 轻声说完后 酒意上头 我身子不稳 跌跌撞撞 滚吧 薛婷玉 我讨厌你 她愤怒离开 嘴唇紧咬到渗血 楚恒焦急地扶住我 将我放到床上 她一如既往嗓音温润 莫名让我泪目 有哥哥在 没人能逼你嫁人 我拉住她的手 带着哭腔问她 我退婚 嫁你好不好 我知道我性子跳脱 不适合做太子妃 但我可以学 我能在人前 扮成端庄的样子 我也会努力 学着管理东宫 我只是爱骑马 喜欢穿鲜艳的衣服 吃得多了些而已 可是 我不想改 想起饿肚子的痛苦 我朝她哭着摇头 哥哥 我不想改 没人逼你改 她握紧我的手 做我的太子妃 什么都不需要改变 只需要满足一点 在我茫然疑惑的目光下 她缓缓道 是阿穷你就足够了 最眼朦胧里 我的一时昏尘 想起了过往的许多事情 阿娘早逝 阿爹连通房都不曾有 侯府连个当家的女人都没有 我是早产 太医曾断言我活不过八岁 使皇后姑母 将我接到宫中抚养 姑母的婚姻 是一件华美的凤袍 只有尊贵体面 没有感情 她心爱的小将军 早已经战死疆场 她知道我喜欢薛庭玉后 千方百计撮合我和薛庭玉 为我带来薛庭玉的文章诗集 她希望我的婚姻不是联姻 只是出于我的喜欢而已 她希望我幸福 可是姑母啊 你没有告诉我 喜欢一个不对的人 只有痛苦 没有幸福 幸福 要两个人互相喜欢才可以 陛下宣我进宫 薛庭玉与她正在书房里下棋 见我来后 陛下慈祥地摸了摸胡子 阿琼怎么又不想嫁给庭玉了 我跪下磕头请安 往日是臣女莽撞 错将崇拜当成了喜欢 如今幡然醒悟 还请陛下收回成命 薛庭玉捏着旗子的手指一顿 陛下笑眯眯问她 庭玉怎么看 圣旨上写的是沈家嫡女 不如将沈家嫡长女许配给你 往日总是听你说 阿琼不如她姐姐 想必你早就 重义她姐姐了 沈家大小姐还未定亲 臣不敢拿她的名声玩笑 臣与她只是老师与学生的关系 并无余拒 陛下哈哈笑了几声 既然如此 你和阿琼的婚事 也当是朕的一个玩笑吧 就此收回 阿琼 去看看你姑母吧 你表哥在等你 我谢恩离开 一直到我走远 也没听到薛庭玉说好 还是不好 我的余光里 只看见她紧绷的手指 和那颗摇摇欲坠的白色旗子 大抵 她也是长舒了一口气 为不用娶我而感到庆幸罢了 姑母让我这几日 都住在她的宫里 往日 我总是觉得 只要你喜欢就好 我竟忘了 这时是要两情相悦的 怪我 只教会了你强求 落得一身偏执 我摇摇头 最少 薛庭玉是有真才识学的 这几年 我跟着她 也是真的学到东西了 有点用处总是好的 就怕时间花了 什么都得不到 只得了一身伤 这几日 你就住在这里 过几日 你表哥会在殿前求娶你 到时候 陛下会宣召你 我垂谋应试 我没那么傻 陛下之所以愿意担一个 出尔反尔的名声 这中间 储恒一定没少斡旋 否则 天子一言九鼎 怎会说收回成命 就收回成命 姑母叹气 男男道 都是我的错 可这婚事是薛庭玉 自己和陛下提的 我不过是顺口 说了一句好 怎地现在 又闹成这样 我笑道 圣旨上说的是 求娶沈家嫡女 人家是要求娶我姐姐 姑母以为是我 她摆摆手 这些酸儒 说话不清不楚 没事 我家恒儿好 她若是早些告诉我 她心里有你 哪里还有这些事情 三日后的大殿之上 楚衡跪地 向陛下求娶我 薛庭玉站出来觐见 沈穷是臣的学生 她性子顽劣胆大 并无做太子妃的资格 更不善管家 日后如何能帮殿下 管理东宫的事物 陈巧沈家嫡长女甚好 温婉端庄 和殿下可谓良配 我站在殿外 薛庭玉的话 令我气得发抖 她竟然当着满殿群臣的面 这样贬低我 她知不知道 下朝后 这些话会传遍天下 我的名声会从此烂在你里 再也不会有人求娶我 我会沦为天下的笑柄 大家都会觉得 被四国第一公子 瞧不上的女人 那该是有多不堪啊 她到底是有多恨我厌我 才如此待我 楚衡温和的声音 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冷意 阿琼自幼在宫中长大 性子虽跳脱胆大 却不失可爱善良 远不似少师所说的这样不堪 父皇是亲眼看着阿琼长大的 满殿里的老臣 也是看着阿琼长大的 他马术精湛 师从蒋太尉 蒋太尉笑呵呵道 我说薛少师 哪有你这样说自己的学生的 小阿琼也是我的学生 别提多乖了 马术又好 还尊师重道 每年就算是下刀子 也没忘记过拜见我 楚衡继续道 阿琼的字 师从周丞相 阿琼的剑术 师从张太师 文言 周丞相和张太师附和道 阿琼的字 已经把王老的风骨学到了 这样的孩子 品行能差到哪里去 何况 他出身高门 是最适合做太子妃的人选了 阿琼用尘交给他的剑术剿匪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街上至今 有人夸沈家好女 楚衡冷冷地质问薛廷玉 阿琼并非少师一人的学生 怎地 这些老师里 只有薛少师你这样验憎阿琼 我没有验憎她 陛下身边的公公 吸着嗓子道 陛下 沈家二小姐在外求见 轩 我与薛廷玉凝重的目光对视 我跪下 一字一顿道 薛少师觉得 臣女性子不够温和端庄 不善持家 不配做太子妃 从现在开始 臣女愿意去学 请陛下给臣女一年的时间 我不愿让楚衡为难 也不愿让世人嘲笑楚衡 娶了一个无德无才的太子妃 她温和敦厚的名声传遍天下 人人都知道 如今的太子殿下 是个至纯至孝的好太子 感情不就是这样吗 你为我想 我为你想 她为我想过了 我也该为她想想 而不是一直让她为难 陛下笑道 甚好甚好 薛爱卿既然觉得 阿穹不够端庄持家 那这一年 便由薛爱卿好好教导阿穹 薛婷玉声音颤抖 臣遵旨 陛下声音柔和地对我说 阿穹啊 你这一年里 就住在东宫 好好跟嬷嬷学学规矩 东宫里有专门的嬷嬷教你 你要好好学呀 不要让皇姑父失望啊 我贵福道 臣女 遵旨 我就这样住进了东宫里 薛婷玉为我准备了最好的院子 东宫里教我规矩的嬷嬷 都是宫里的老人了 什么贵人都打过 下手并不留情 楚衡一开始并不放心 将公务带来我学规矩的地方办 被我赶了回去 她在这里 嬷嬷们会碍于她的身份 不敢好好教我 每天早上 我就跟着嬷嬷学规矩 中午薛婷玉会来给我上课 和嬷嬷学规矩的第一天 打手板的戒指都坏了一把 疼得我眼泪直掉 按照我以前的脾气 这死嬷嬷都得被我丢出去 休息的时候 楚衡来给我擦药 我不愿意让她看到我哭过 去洗了脸才来 她笑着问我 阿穷今日学了什么 我哼了哼 我可牛了 现在都能顶着茶杯走一圈了 说到后面 我小了声音 就是一转圈走回来的时候 就走不好 茶杯会掉 这也是我今天为什么挨打的原因 楚衡放下药膏 笑着给我鼓掌 阿穷好棒 阿穷都能顶着茶杯走一圈了 你知道吗 当时母后可是学了三天还没学会 阿穷已经很棒了 我眼前一亮 真的吗 自然是真的 她牵过我的手给我上药 我忍不住笑着扬了扬下巴 嘚瑟道 我明天一定会学会转圈 对啊 我们阿穷最棒了 你看啊 你学骑马只用了半天 我都是花了两天才会的 你本来就聪明 只要你肯学 没有不会的 我原本又累又委屈 下午薛廷玉的课 我都不想上了 她一定会弄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让我背 可不知道为什么 楚衡只用一句话 就让我的委屈疲惫一扫而空 我反而开始期待下午的课了 果然 薛廷玉板着脸来 弄了很多东西给我背 我翻看这些书目 薛廷玉没有趁机报复我 这些的确是作为太子妃 亦或是皇后需要记在脑子里的圣贤书 我专心致志背诵 遇到意思不会的 或者是我不认识的字 我用笔做了记号 晚上吃饭时 我一一拿给楚衡看 先吃饭 阿琼用饭的时候 不要想这些 吃完饭后 他一一给我讲解完了 就开始夸我 阿琼真厉害 一遍就记住了 我笑着点头 是啊是啊 我最厉害了 是不是 他学着我说话 是啊是啊 我们阿琼最厉害了 我们笑成一团 他温声说 阿琼 薛廷玉学赴武车 如今父皇下旨 让他做你的老师 至少这一年里 他都会和你见面 既然有这样 才华横溢的老师在 为何不用呢 阿琼 我笑意淡了淡 很是低落 我不喜欢他 也不想和他说话 他那样贬低我 大家都在笑话我 面子是自己正回来的 阿琼 以后你是太子妃 他们都要来跪拜你 到时候他们见过你的一言一行 就会知道传闻不可信 不要赌气 阿琼 要善于利用一切 能使自己便利的人货物 逞强斗气 损害的只有你的身体和利益 这不值当 你就把它想象成一本书 一本有着你想要的答案的书 等你学成后 狠狠地让它刮目相看 你是很好的女郎 错过你 她会后悔的 我不确定地问她 我真的很好吗 可是 我不如阿姐 我又低下了头 没有来的自卑邪果了我 我再怎么在人前说着不介意 其实也是介意的 这世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或短处 你会的许多东西 你阿姐都不会 我记忆里的阿琼 可是敢说出自己的马术 是上京贵女里最好的自信女郎 我心情一下子好了起来 你总是有办法让我开心 她笑意和煦 阿琼 使你好哄 第二日一早 和嬷嬷学规矩时 我打起了百分之百的精神 在挨了四下手板后 我终于可以顶着茶杯转身了 嬷嬷眼里露出满意的笑 如此可叫 空隙的时间 我便抓紧背诵 昨天下午薛婷玉留给我的文章 她下午抽查时 我都应对自如 可她的脸色 却越发难看 背诵完后 她留下了比昨天更繁杂 晦涩的文章给我 这一次遇到不懂的字 或是不知道意思的句子 我都能放低身段 喊她一声先生求教 薛婷玉愣了愣 还是教了我 只是声音僵硬 整个人也是僵硬的 我顾不得这些 只想赶紧把这些文章学了 好和她学持家管理账目 和御下之术 结束时 薛婷玉突然说 以前 你并不爱读这些 甚至从来不会问我文章 我抬起头看向她 阿琼会好好学 努力做一个端庄持家的太子妃 与殿下举案其美 还望先生不吝赐教 他气得眼圈泛红 转身离开 并未应答我的话 我也不在意 半年时间 我已经学得差不多了 嬷嬷欣慰道 奴婢没什么能教二小姐的了 当天下午 是薛婷玉抽查我的时间 我有条不紊地回答完 他的每一个提问 直到最后一个 他突然问我 阿琼为何变心 我猛地抬起头 正愣地和他漆黑的眼眸对视 这双好看的瑞凤眼里 此时溢满了悲伤 险些将我溺毙 他固执地不肯一开眼 有泪水落下 阿琼 你为何变心 我笑得冷漠 不曾动心 谈何变心 我曾经以为我对你是喜欢 可后来我发现 那是少女怀春时 对仰慕者的崇拜 薛婷玉 你觉得我是有多见 会一直喜欢一个 随意贬低我的人 我最先见到的并不是薛婷玉这个人 而是他心怀天下苍生的锦绣文章 我因为他笔下的文章 对他产生爱慕 我想 这样一个有着大爱苍生的君子 是值得我去爱的 可后来我才发现 这位君子的爱 最是无情虚伪 他对苍生的爱是冷漠凉薄的 他不会在意被权贵险些打死的继子 因为在他眼里 他只能看见更大的利益 只要江山没有问题 那么在绝对的法度之下 冤死一些平民百姓 对他而言并没有什么影响 就如同他曾经所言 周翰的父亲是三品官 造福百姓无数 只是犯了一点错 便要他儿子下狱 这会影响周翰父亲的公务 何况对方只是一个没用的继子 可楚衡不会 他会完善大楚法度的局限性 他会将人情赋予在法度里 他不会饶恕任何一个坏人 他将周翰送到经兆尹 秉公办案 他告诉世人 天子犯法 与庶民同罪 这是圣人的爱 法度面前 众生平等 薛廷玉从未放下他的贵族身份 在他内心的最深处 阶级的制度根深蒂固 那些让我产生爱慕的文章 不过是欺世道明的伪装而已 可笑我因此崇拜他许多年 甚至想成为他这样的君子 少师既然考虚完毕 便去向陛下赴命吧 他失态地拉住我的衣袖质问我 为何做太子妃时 就愿意乖乖学这些 为何往日和我在一起时 便顽劣不肯学 我甩开他的手 因为楚衡从来不会用阿杰打压我 我是为你好 我冷冷道 楚衡也是为我好 他将我养得很好 在他眼里 我怎样都好 而不是我会什么规矩 读了什么书 这才算好 我目睹这位四国第一君子的失态 只觉得可笑 他觉得我好 只是因为我是阿穷而已 你呢 薛婷玉 你只是把我当作一个木偶 还是一个必须要按照你想法活着的木偶 稍有反抗 你便大发雷霆 出言伤人 我转身离开 往事随风 不堪回首 而未来 前程似锦 如日方生 薛婷玉心口泛起一抹心田 他曾想 等教会了他 作为薛家夫人该有的端庄持家 他便娶她 后来 他又想 先娶了她 慢慢教她 作为薛家妇该有的规矩也好 总归 这一生漫长 他会慢慢教她 可从什么时候开始 一直跟在自己身后的小尾巴不见了 那样温和柔软的女郎 怎么一夜之间就长满了尖锐的刺 只把她刺得满手满心的血 薛婷玉不知道为什么 她想求一个理由 可她求不到 因为阿穷厌她 增她 是什么时候呢 满眼都是她的小女郎 一下子变成了别人的 不要她了 她顺遂了半辈子 这是她第一次碰地 考察提前半年结束 陛下亲赐了太子妃的圣旨 我和楚衡成婚后不久 便一起去往奎州救灾 她说依草旅 我亦是不依草邪 大半年的时间匆匆过去 楚衡黑了不少 我也是 我俩的手都操得刺人 回京时 千人相送 歌功颂德 人人都说 太子妃和太子殿下 郎才女貌 是不可多得的良善人 往日我在意名声 时常和自己较劲 如今却一点也不在意了 只想着多为百姓 做一些事情 楚衡肩上就少一些事情 文和三十二年 陛下去世 楚衡即位 我被册封为皇后 同年 我诞下太子 四海升亭 天下粮仓皆满 薛庭玉正式成为薛家家主 由他作为帝师教导太子 太子籍贯后 便开始监国 我与楚衡也有了时间游历四海 这些年 薛庭玉并未成婚 我曾问过他 为何不娶妻 他垂谋道 陈弄丢了陈的妻子 上天降下天罚 永不许陈有妻 这是他给自己的惩罚 无关上天